剛導演有講到你們兩個合作的那場戲 那是你們第一次在片場遇到嗎 片場是 然後是嘛片場是 但是定妝的時候跟 對有遇過 所以你覺得淑妹那時候的表現有讓你覺得很驚豔 畢竟是第一次合作 在定妝的時候就已經很驚豔 然後頭髮 是驚嚇 是驚嚇 因為我重現一下 所以我跟他位置是調換 然後我就這樣子看 我一坐下來 然後 就因為他在弄頭嘛 所以他脖子不太靈活 他就這樣 用眼睛這樣 余光瞄妮 他已經進入角色很厲害 然後 然後我想 好眼熟 誰怎麼這麼眼熟 因為那個頭你知道 然後我後來他走之後 我還問化妝他們 我說 跟那個阿妹仔是誰啊 我心裡的OS是 好好的人頭怎麼會這樣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還蠻正的一個女生 然後頭髮高的 就是你知道 爆炸的 對 我是那個時候有點想要他們 跟我說那是淑妹啊 對 那個是第一印象 那現場的時候 我剛剛對戲我真的有被嚇到 因為我 我對淑妹的印象就是很會唱歌的歌后 對 那 那 我不曉得說 他的那個戲劇的那個power 這麼的 嗯 而且又真實 然後剛才導演講的那場戲 其實 導演說 我們驚艷了你 可是其實 我在當下我是有被淑妹驚艷到 對 其實那個 他給我的那個能量是 就是 因為其實演員 演久了你在丟街 你就是會 那個能量消長會很明顯吧 如果你自己拔到很高 就對方一點點會覺得很怪 對 或者是說 如果對方 對方很高 然後你 你預備好的能量 其實那也會很怪 但是那天的感覺就是 一直加疊上去 加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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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直到 喊咖的時候我自己 我記得 我那個表情應該是滿 因為確實是有被他的那個 回來的那個情緒 有被他 震撼到 我覺得 在還沒有 做造型之前 他就是很帥 然後我第一眼看到他 我心裡就覺得 這個人不好惹 哈哈 你是不是有頭髮吧 有頭髮之後還是沒有頭髮 有說定妝的時候嗎 對 定妝的時候是不是 對 難怪你那個 禮盒 都不敢跟他講話 沒有一個泡人感動 只有禮盒 因為他就是影帝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是很專業 嗯不好接近 不是敢跟他講話 對 然後跟他對戲的時候 就會有一點 擔心自己不太 不會啊 真的你的直覺是對 真的 不好相處這一塊嗎 不好相處這一塊 不好相處 不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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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導演 女明星的直覺最準 在片場 其實會擺譜的 不一定是女生 唉唷 嗯 所以凱薰做了什麼事情 讓導演有這樣的感覺 我會是恐嚇小孩了 應該不能說恐嚇啦 你真的要自己接下去就對了 不能說恐嚇啦 我自己隨便講事情也就這樣過 不能說恐嚇啦 不行我要問 就是因為他們 他們得怕我嘛 嗯 他們總不能就是看到我 總不能嘛 所以我得 我得維持一個一個 所以怎麼恐嚇啊 就是你 你得跟他們保持一個 一定的距離 嗯 嗯 然後他們在玩的時候 還是他們在鬧 還是說他們喊咖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玩成一群嘛 跟其他的 青少年組 他們也會玩得蠻嗨的 但是 我通常在旁邊 因為我那個頭機 有點像鬼太郎你知道 就露一個眼睛 然後咖的時候 我一直在旁邊這樣看他們 對 你們有吵什麼吵 一直到快要殺青之前 他們才跟我稍微 比較瘦一點 才稍微敢跟我玩這樣 對 我們的方式不同 對 就我要盡量跟小孩親近 對 對 然後跟他打成影片 融入他們 因為跟他們拍戲 體力要很好 因為他們 體力一定更好 然後如果 因為有敬畏問題 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還有演員問題 還有小朋友 他有時候會 忘掉一些東西 那就會重來好多次 那如果我的戲是很亢奮 然後要叫啊 然後要喊啊 我就會很累 對 要重過 要跟他們打好關係 然後拜託他們 就是在 又有什麼方式跟他們打好關係 比如說代糖果還是什麼之類的 都要 私底下的時候 我要跟他聊天 聊心事啊 然後他就會慢慢跟你聊 聊開了之後 就探聽他喜歡什麼東西 他喜歡看書 我就會買一整套書給他 那個電動遊戲機 就給他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慢慢的跟你融入 當他看你是一回事的時候 他就會把耳朵打開 聽你講什麼 難怪他們看我不是一回事 我沒有送他餅 沒有送糖 所以導演 你對童心是很有一套的 到底是哪一套 就是把小孩子塞給別人管 塞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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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跟青少年很多都是素的 很可愛他們 就是看完戲 會覺得他們好可愛 好真喔 真實 所以導演是怎麼代表 不要胡說八道 真的啦 你那麼可愛 你自己生一個帶在看 我不行啊 我玩別人都是什麼啊 不要 小孩都是玩別人的最可愛 對啊 給觀眾看當然是 剪接過的可愛 我當然把那個恐怖的部分剪掉啦 所以你都會很有耐心的跟他們講戲嗎 還是 嗯 其實跟大人跟小孩說戲有點不太一樣 嗯 小孩要用很簡單的語言跟他講 你 小不點 現在 就不會送了 你爸給你錢都只是 不爽的把這個錢拿走 嗯 但是 可能有的導演會給他示範動作 但是小孩子是不能這樣子 因為如果你 一示範了某些動作 他就以為他必須要做那個動作 才叫做不爽 但如果 你一開始就讓他知道說某些編輯 是他可以自己去嘗試的 那東西他的不爽就屬於 這個角色的不爽 他自己的 所以 跟小孩對戲我覺得反而職業演員比較可憐 他們 不能用任何的技術 原來的牌子去演 不行 他們因為小孩子亮牌都亮真的 而且小孩子都胡亂丟牌 他不會每次答話是同一個速度 因為你只有告訴他不爽嘛 但你沒有告訴我說 他講了一句我要馬上回話 叫不爽 他這一次可能馬上回話 下一次又 喔 因為我現在此時此刻不爽 是晚兩秒 所以他們都要很小心的接 接小孩子的招 打把球 就是伸手 一定是最贏的 對 這種老手就很容易被他們 通殺 那其實你們兩個的角色也都花了一番時間去 塑造成現在這個樣子嘛 所以第一天到片場就有抓到那個感覺了嗎 還是就一直要跟導演討論嗎 對 我本來也是